据台湾媒体《中时电子报》1月15日报道 中国大陆军舰与一艘潜舰11日进入钓鱼岛临接海域 12日下午潜艇在东海的公海浮出水面 并挂机五星红旗 引发东京强烈抗议 大陆微博军事博主红射库尔斯克指出 从日本公布的照片看 这是一艘中国最先进的093B型攻击核潜艇 不过 更引发关注的就是这艘核潜艇在进入东海之前 曾经绕航台湾 中国军事评论员陈光文15日引述分析指出 细看中国093B型核潜艇的航行路线 就可以发现 它是从台湾西部进入宫古岛附近海域的 换句话说 它很可能是从南沙海域经过巴士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然后再从西太平洋经过宫古海峡 在史著中日争议海域 分析指出 大陆093B核潜艇升国旗 旨在告诉外界 它是从外洋来的 而这对未来的战争十分重要 未来无论是国家统一或海洋主权争端 中国核潜艇都是当然的主角 而093B型核潜艇在从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时 每日都没有发现 由此可见 它的静音能力已非常了得 在大洋巡逻数十天之后 它才开始返航 这时中国海军决定向美日匹路这艘潜艇的航线 于是在进入第一岛链前 开始接近海面航行 让日本护卫舰和P-3反潜机发现目标 而当093B型核潜艇航行到中日争议海域时 它开始大摇大摆 浮出水面航行 还钱翠直接亮出中国国旗 用意不言自明 此外 这次093B型核潜艇从南沙 巴士海峡 太平洋 宫谷海峡东部海域到波靠军港 是中国海军纪先前中国空军轰流开 图154 以及1278等战机绕岛之后 利用先进和潜艇在水下绕台湾和钓鱼台的新举措 意义十分重要 分析强调 这意味着未来不管是发生国家统一之战 还是爆发海上主权冲突 093B型核潜艇都将担负水下主力突袭重任 另一方面 093B型核潜艇公开现身 也间接证实095型核潜艇已经下水获服役 出品细艇共卖国际文的 Stewart 水获 birth